一份儿时的记忆 借用红糖给大家 制作一道我们山东的地方小吃 糖三角 我今天这面是早上期里已经发过的 大概放了200克的面粉 加了3克的酵母 已经发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时候我们把它揉开 我们把面简单地揉一下 放在旁边 这时候我们要把红糖切一下 切一个我们能放进去的一个块 板上撒些许的面粉 把揉好的面团 在板上再揉一点 揉到表面光滑为止 切一下 搬放在这儿 再拿刀给它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再把它切成 再撒些面粉 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切好的皮 撒一下 这样把它擀圆 那这就可以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从这个角开始捏 捏到中间的位置 把这边合过来 把这边合过来 在这个程度就是你按一下它 它的面会立马起来 就说明它已经饧发好了 20分钟 需要放在分箱里饧发一起 感谢观看